在浙江开化进行的2019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 刚刚结束了61公斤级A组的决赛 11位选手同场竞技拼得很凶 那么也导致了他们的成功率并不高 尤其是率先开始的抓举 试举成功率不足50% 来自福建的王浩 第二把试举抓起了140公斤 锁定了抓举的金牌 可惜第三把尝试新的全国记录 143公斤没能够成功 随后的停举王浩最后一把 是停起了163公斤 总成绩达到了303公斤 也拼得了总成绩的冠军 抓举失败的广东选手黄洪昌 最后停起了170公斤 将停举的金牌收入当中